你终于现身了 这些年你一时想尽办法要找到我邀上天一阵 其实你没有想过 我也很想邀你的人间作恶 少啰嗦 走吧 作为江夜世界中唯一的神明 浩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 其实江夜的故事逻辑非常简单 一个觉醒的人类赌徒 看到普通人要面对各种灾难 生存艰难 于是就帮助人类找来了一个守护神 也就是浩天 但浩天并不会义务劳动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强行收取保护费 赌徒预测到 人类终将有一天会强大到 不再需要浩天的保护 于是留下了七阵天书 作为制衡浩天的后手 果然有一天 人类发展到了异常强大的地步 胖开始对浩天这个守护神的诸多行为 表示出不满并开始反抗 最后浩天发现 人类确实已经成长到 不需要他保护的程度 于是他蜕变成人类 与人类和平相处了下来 江夜的故事 便是浩天从神化人的整个过程 事件一 浩天与天书 浩天被赌徒唤醒之前 只是没有生命的客观规则集合体 赌徒创立道门 将浩天作为了人类的信仰 有了万千人类的信仰之力 浩天才化身为神明 并护佑了人类无数万年 赌徒预言了 人类终将走向强大 不再需要神明庇护 所以他留下七卷天书作为后手 制衡浩天 七卷天书有两大秘密 修至清静静 手动打开七卷天书 可以取代浩天 而参悟七卷天书 则可以修成无举 事件二 冥王与永夜 没有冥王 没有冥王 我去过很多地方 看过很多风景 就是没有见过冥界 既然没有冥界 自然就没有冥王 他 他是冥王的女儿 如果没有冥王 怎么会有他 十二 已经到了现在 你真的不懂 还是一直不愿意 朝那个方向去想 你不要忘记 在成为被人间追杀的冥王之女前 他可是光明之女 浩天即是冥王 按照夫子的理解 浩天也是要吃饭的 他的饭就是天地元气 但浩天并不能直接食用天地元气 就像狼不能直接吃草一样 所以他吃掉的 都是那些能够在体内开辟小世界 把天地元气 转化为独有精魄的大修行者们 及武镜之上的修行者 同时 浩天眼见人类愈加强大 吸纳了太多的天地元气 甚至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所以浩天设定了一个御植 当这些修行者们 储藏天地元气 达到他设定的御植 浩天就会发动永夜去收割他们 让庞大的天地元气 再次回归时间 永夜 从浩天的角度看 不过是保护生态平衡的一种方式 但在人类眼中 这是冥王在蔑视 事件三 人类的反抗 早期的人类需要浩天的庇护 而浩天也需要人类的信仰之力做支撑 获得永生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但随着人类愈加强大 浩天开始惶恐起来 而真正让浩天惧怕的 是人类的潜力和与之对抗的意志 正如那句话所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会有反抗 浩天发动永夜 佛陀涅槃前就留下了诸多针对冥王的法器 千年前的光明大神官 开创魔宗 吸纳天地元气强大己身 与浩天相争 书院柯浩然 直接飞上神国 与之一战 连声传承魔宗一致 图谋发动灭世之战 柳白担负人类使命 再次拔剑问天 在所有的反抗者中 夫子是最谨慎的那一个 事件四 夫子与浩天 夫子与浩天相看千年 谁都奈何不了谁 出越武境的夫子 实力较弱 一直在探索浩天世界的规则 也一直在躲避和逃避 正是出于对浩天未知的恐惧 夫子才会如此谨慎 后来 夫子参悟了无举 跳出三界外 直往人间去 与整个人间融卫了一体 如此一来 浩天无法准确锁定夫子的本体 即使找到了夫子 也无法将其诛灭 因为灭夫子 就得毁灭整个人间 同时也就毁灭了浩天自己 所以 他只好以天心天算设局 投射人间体桑桑来找夫子 邀夫子登天一战 而夫子也顺势布局 欲将浩天留在人间 你终于现身了 在荒原我便知道是你 在你找到我的同事 我也找到了你 夫子带着未完全觉醒的 桑桑和宁缺 游遍天下 吃尽人间美食 还见证了两人成婚 夫子的目的 就是希望浩天感悟红尘意 看到人间的美好 并明白人类的意志 最终 夫子肩负起化月的使命 与浩天一战 堵住神国大门 将浩天留在了人间 事件五由神化人 如果说夫子登天化月 使人飞升成神 那么浩天将士 便是神变成人的过程 浩天与夫子一战 被迫驻留人间 回到陶山后 浩天决定召开光明记 重回神国 他将至纯血脉的陈皮皮 选为光明度银屎 废弃修为燃烧肉身 已打开天门 却被夫子降下大雨 毁掉光明记 浩天认为 是自己沉原未了 决定偿还宁缺的感情 大应与其一同游历时间 两人被佛陀设计 载入棋盘世界 受困千年方狼狈逃出 却因此感情愈加浓厚 后来 浩天发觉自己 已怀有身孕 而冠主迫至清静境之上 欲借天书之力 重新开天 浩天被冠主追杀 久死一生淡下龙凤胎 却终被冠主找到 冠主夺取浩天神格之时 宁缺在浩天的力量下 看到了整个人间 感应到亿万人类的信念 最终画出完整的人字神福 一刀劈开浩天世界 将冠主斩杀 浩天也终于完全退化成人 和宁缺隐居在老笔斋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